嘉欣姐事隔那么多年 在以古装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 想想真的太期待了 而且郑宇老师的古装形象 相信大家也没怎么见过 希望嘉欣姐这次能够演得开心 然后能成为我下部戏的女主角 戳大巴吗 好 太好了 师父好 你好 来 坐吧 你坐里面呢 那我坐里面 对 因为要给镜头拍到 你们对机器要敏感一点吧 那慕阳姐你去哪儿了 这儿呢 你去美国是 牛耀 走童装收还是走成 时装 商务女装 好 老师平时就像你现在准备工作 就去现场路上会先摸台词 故事我要看长恨哥 因为他是有个典故 现在长恨哥那个唐明皇是 他要送杨贵妃马渠波沙坡嘛 江山美人他要江山了 所以 你要准备就是这个时刻当中 他处于那个什么环境 就是镜头没有拍到的 剧本没有写到的环境 你们这帮老爷们能不能坐后面啊 谁呢 你看这些老爷们往前挤啊 全都往前挤啊 挤吧挤吧挤吧 厉害死你们 有人近视你知道吗 近视看不齐的时候 做完评论里去吧 来 走一下 嗨 先拍怎么了 先拍那个尾巴 那个贵妃已经自尽以后 郑宇哥气场很足 到现场之后 首先去熟悉环境 那好好在哪里 这里吗 然后呢问了导演说 这个是什么机位景别是多少 哎有几个镜头啊导演 这个是第一个镜头吗 外面 对外面第一个 哪个 哪个 三个 好 这回可以 这不一样了 老老师 胡子 哪个是真语哥 这个王婆的 这个是真语哥 这个就是真语哥 对 怎么戴着胡子 我就认不出来了 可以吗 等一下 等一下 慢慢来 在还没有开拍之前 他就已经在那个人物的状态里了 就像他课上教我的一样 就完全沉浸在那个人物里 然后等到快开拍的时候 就前面可能会有很多工作人员 他就让这些老师给他让开一下 好 可以清理人吗 有什么没有事的人 让一下 好像这边 可以看到 郑宇哥是一个非常讲究 真听真看真感受的演员 你看老师在酝酿了已经 你看老师酝酿了 一直没眨眼 好牛啊 那场戏是唐明皇 然后赐死杨贵妃的那场戏 但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很饱满的 所以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 在心理变化上面 他是不想让郑伟男 正直好好陪他演真主戏 让他揍得安心 通杀真言 你会变成舞台剧了 是 你觉得贵妃是无情之人吗 贵妃只是不想就不为难 但就不为了 我没有生气 都不为了 把我专门 你觉得孩子 无情之人 没人 让我笑 我温逸 我温逸 别忘了 让你温逸 是 你温逸 游戏很快 当时看的时候 大家都是特别有感觉 那机器在哪了 就不用远景着吧 对 先拍拳吧 啊 先拍 对对对 吴仁宜老师 他对镜头的感知 还对整个戏剧的一个把握上面 是非常有经验的 然后作为演员来说 您觉得在偏长能学到什么 偏长要学到跟机器配合 好 这里慢慢走 走 还没伸手 到位置 看着 这里 全的吧 全景吗 你要 这里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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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头这个 要照顾所有机器 不然你的情绪就白费了 你知道什么时候放更多的情绪 是佩克的镜头吗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吴仁宜老师这一段表演的心中线呢 照顾了所有的机位 你看尤其是这个抬头动作 他既巧妙地展现了对贵妃的思念 又完美地配合了我们顶机位的一个拍摄 把人物的情绪表达推到一个高潮 像吴震宇老师的力写之处呢 我觉得是他会根据镜头颈培的不同 来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收和放 让观众在画面里看到的永远都是他最恰当的表情和动作 也就是说他这个表演节奏基本是我们成片的一个剪辑的一个节奏 你像吴老师这种精准又连贯的表演 完全可以是称作教科书师的表演示范了 像这种好的演员呢就是我们拍摄起来比较快的 基本就大概一两遍两三遍 我今天就可以减肥了 要么吃不了东西 好吧 这里有冰可乐吗 他们没有冰箱吗 这里 我们就要到了 开始开门 现在心情怎么样 啊 心情 有一点点紧 就是要要去享受那个很久没有演戏的感觉 我们应该是广东话对吧 是啊 嗯 广东话 嗯 三郎你领掌 那就对对一次一点 是啊 我们领掌对 对对 啊 好了 好了 安史之乱 玄宗率部逃至马维坡 众将是胁迫玄宗处死杨贵妃 面对今生挚爱 玄宗将做出抉择 好 对一下 对一下 可以不可以坐下来 先坐 然后坐这边让张望着外面 好 对一遍 安静安静安静 哦 对一下 对一下 一边坐下来 对一下 然后坐这边让张望着外面 然后坐这边让张望着外面 好 对一遍 好对一遍 好对一遍 决定之后才进这屋呢 我觉得还是没决定进去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 如果他们他已经决定了 进去 就看他最后看最后一面了 在这个惭愧更多 所以如果没有决定了 这个了就比较可能好玩一点 因为 突然间他就 把这个针刺过来了 我还没决定 但是原来你已经帮我决定了 他这个动作就帮他决定了 特然戏剧的张力就有了 这个演的很简单 你怎么思考才是一件大事啊 贵妃大力不当 请皇上立即处死贵妃 你怎样可以 就是你仲不下决定 我做到这样的那个感觉 行不行 就是你怎样可以 进来 没有还没有弯 对 对 看完剧本之后 我希望演绎一个活生生的杨贵妃 难怪就是杨贵妃 她的心里的状态是 其实她要演一出戏 为她爱的人牺牲 我觉得这个信息是希望表达出来的 你是不是要她要有一个最后的亲密的一个 对 还有那个披风 我觉得再披上去她就不美了 吴振宇她们的变化真的不大 她很会带戏 坏速地她会顾及片场上很多很多的安排啊 因为她自己太清楚她自己想要什么表现什么 来 好 好